新竹岩平路3号上午发生了破弹意外 有一辆满载鸡蛋的蛋车 因为不明原因 行车到半路时 车上11箱鸡蛋当场全部都洒出来 掉到地面破成一地 蛋黄还有蛋壳的残渣绵延了 至少有10公尺 整条路几乎都变成了蛋花汤 当时听到了这个声响出来的 查看的民众全都看傻了 不过货车司机疑似赵涛不见人影 警方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